特首梁振英今天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以用好機遇、增長經濟、改善民生、和諧共融為主題 以示履行五年前的競選承諾 梁振英上月宣布不競逐連任 令這份施政報告原本可以作爭取連任的政綱 變成為自己五年的管治、立此傳召 向市民作交代 亦為前副手林鄭月娥爭取成為下任特首 就算未能夠幫一把 都希望可以減少批評 追梁振英找數的 不要追到林鄭月娥頭上 梁振英在《全民279段施政報告》裡 具細無為總結政府在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大策略 以至於推動新科技、創意文化產業、匯展旅遊業 所作出的大大小小措施 房屋是現屆政府一個重點 梁振英強調政府已經很努力地解決 但亦都不能不承認等候公屋延長 用了不少篇幅講土地 例如怎樣利用郊野公園用地 希望政府和社會下定決心 加快密地建屋 特首羅列政府過去四年多 在扶貧方面的工作肯定成績 亦在退休金對沖問題上作出交代 提出建議怎樣解決 整份施政報告的工作 雖然重新一些大的方向 例如利用一帶一路機遇 搞創貨、幫若勢社群 但工作進度報告未到農 大部分內容好像流水漲 除了個別問題 例如土地、特首並沒有深入分析不同意見 背後所反映的社會深層矛盾 例如經濟模式的轉變之下 政府在經濟和社會政策角色 應否調整等問題 過去中央和香港政府 除了說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之外 亦都希望推動民主、政改失敗 梁振英交白卷在施政報告內並沒有提及 過去幾年相信市民同意 政府在民生方面 例如扶貧是做了不少功夫 經濟亦都大致平穩 不滿主要是在特首和班子的管治手法 造成社會撕裂 特首在施政報告內被談 沒有承認問題、分析原因 提出改善手法、回應市民的訴求 施政報告內刻意被談政治爭議議題 談港獨也只是在開手的時候 重新要維護國家主權 香港沒有獨立和任何形式分離的空間 簡單總結 他在2015年的施政報告內 提出港獨的爭議 反映出梁振英希望公眾會記得 他任內在經濟、民生方面的工作 而不是在政治、管治上所引發的風風雨雨 施政報告其中一個主題是和諧共融 從社會政策方面看 政府是交了功課 政治上卻失敗 特首不再主動挑起政治爭端 或者可以算是為了營造和諧 作詞回事 作詞回事